在之前的影片里面我们看了如何用variable 用来存在一个数字或者一个string在一个variable里面 但是当我们要处理的数据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我们有时需要用一个variable去存起多个数字或者多个string 这一条影片我们就会教大家如何用list 去将一个variable存起多个数字或者多个string 我们现在试试开一个新的variable叫numberList 然后打等于括弧3,34,11 留意这个括弧我们要用正方形的括弧 然后在括弧里面的三个数字我们是用逗号来隔开它们 当你按enter或者return 你就会见到numberList这个variable 就会在variable explorer那里出现 那么就会见到它的type今次就会是list来的 正正就是因为我们有三个数字在这个list里面 所以它的size就写了是3 那么list我们还可以放一些string 例如我们现在开一个新的variable叫namelist 那么同样我们用回开括弧 然后再打回四个不同的string或者名字 下去我们这个namelist里面 那么就记住用commer 我们去隔开每一个string 那有时候我们要处理大量的数据的时候 一个list里面可能是会有很多很多个不同的数字或者string 那么究竟里面有多少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用回len这个function去找一下究竟那个namelist 或者numberList里面有多少东西在里面 那我们怎么可以看回究竟list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用namelist 开括0 删括 那这里你就会见到它是打了mary这个output出来的 那在这里我想首先解释回 在括弧里面的一个数字呢 我们叫它做index 那其实它的功用呢就是 给我们去告诉python 究竟我们想在list里面 拿哪一个element出来 那在这里大家就要注意了 当那个index是0的话呢 它就会拿回list里面的第一个element出来 那如果你的index是1的话呢 它就会拿第二个element出来 那如此类推 好了 如果你的list里面有100件item在里面 而你是想拿第一百件item出来 去看看是什么来的 那你的index就需要尝试打99了 好了 那我们又试一下用print这个function 去print我们namelist里面的第二个item出来 那这个index就是1 那这样我们也可以print 第3个item 那index就是2 那同样就是我们print第4个item 那就是index3 那这里我们试一下print第5个item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你会看到python呢 其实就给了一个error 而这个error呢 就是说list index out of range 那其实就是说呢 根本就没有第5个item 那当然啦 第5个item 我们的index就是4了 而这个error呢 其实很多初学python的同学呢 都会遇到的 那这个就要留意回 通常呢 就是会忘记了 那个index是由0开始 它们当了是由1开始 那而print到最后的时候呢 可能它就会print到最后的一个element 而那个element呢 那个number它就忘记了减1 那所以呢 就会出了这个error 那同学就要留意回 另外 另外我们可以随时 将一个list里面的任何一个element的内容呢 更改的 例如我们想修改namelist里面的 第一个人的人名 就是把mary 改成jane 我们直接这样将namelist 0等于jane 这样打进去呢 那就会改到的了 那我们呢 也可以在这个list里面呢 做一些搜寻的 例如我想提供一下errorror ist 的 例如我想 thierrorror aves 呃 我想把香港浸会大学里面的所有餐厅的名字放入一个list里面 首先我去google找浸会大学有以下的这几个餐厅 然后我就回到python 开一个新的variable 叫做restaurant list 然后用回刚刚我们学过的方括户 然后就开始打回每一间餐厅的名字进去 那你会看到其实我们打的名字其实都是一些string来的 那我们打完之后按enter 就会看到它在variable explorer那里出现了 那你见到现在这个restaurant list里面就有11个一间餐厅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len这个function去看一下 有多少个element在这个restaurant list里面 那如果有一天 每大学会开到一些新的餐厅 那我们可不可以update这个list呢 其实是可以的 那譬如 我们现在试试打 restaurant list 点 append 我们试试用append这个method 那我们再加一间餐厅 譬如麦当劳才算 那我们试试append麦当劳 当我们按enter 我们就会在variable explorer里面见到 我们的restaurant list现在有12间餐厅 甚至呢我们可以在variable explorer里面 double click restaurant list 然后呢就会打开了一个window 我们就会见到呢 麦当劳就在那个restaurant list的第12间餐厅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confirm一下用len这个function 去看一下现在我们的list里面还有多少间restaurant 那我们就会发觉是有12间的 好了那我们加的东西进去的list 当然我们也可以减东西 那我们试下打restaurant list dotremove 那我这次想remove一间叫i-cafe的餐厅 那按enter之后 我们再试下 按len restaurant list 就会见到 我们由12间餐厅变回11间餐厅了 那在最后呢我就想介绍多一个 几有用的method 就是叫做sort 那如果我们打restaurant list dot sort 的话呢 你就会见到 我们的restaurant list 里面的所有餐厅 就会跟着 他那个的 英文字母次序 去排列的 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用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到的method 请不吝点赞 按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reme我覺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